您之前也说了,不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特别生硬的采访, 而是像一个朋友一样去聊天, 您认为这样一个真实的放松的状态达到了吗? 嗯,95%吧。 嗯。 那那个,像这个张秋帆他说, 当在博客里面他说, 他说他现在可以很从容地面对这些老朋友, 也可以很从容地回忆这些往事, 甚至可以很从容地面对目标的作品, 就以前他这些事情可能都是不太去面对的, 那您今天通过跟他的沟通, 您发现他这个人, 现在是不是这个人真的打开了他自己? 我觉得从标子这边, 他不会就是说, 这恐怕是终生性的, 就不是说有一个地方到某一个阶段他就出来了, 甚至就是说, 好多人来问我, 就是说到我的博客留言和凤凰留言, 就是说他没有再嫁的这个可能, 我觉得这个, 你看他现在写的东西他还在情感里面呢, 怎么会问他这个问题呢?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事, 但是我觉得他在富标的病中, 他就一直很从面对着, 就是这是朋友吧, 因为张岐芳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女人, 北京女人啊, 你深接触就知道了, 她的这种独立大气吧, 毕竟跟那个城市很有关系, 这是我特别注意, 就是每个城市的女性是什么样的, 这个她是一个典型的北京的女的。 但有人也会认为北京女人, 可能貌似这个强悍的那个外表下, 可能也有一些, 就是女孩子很柔弱的地方。 不是, 我因为以前做记者的时候, 我很注意, 就是这个人那个籍贯, 我注意的北京的丫头长大了以后, 都挺不是一般战士的, 跟别的地方还是不一样。 比如摄了她一个上海, 或者一个广州的女的, 今天我的访谈就可能聊她是另一回事了。 而且之前因为我跟那谁接触, 邱芳比较多嘛, 我很了解她。 那您作为她的一个老朋友啊, 您觉得在最近一两年来, 和现在的张秋芳, 就一年前跟两年前, 她有什么区别没有呢? 在心态上? 这样又问吗? 经过彪的这个事, 完了以后她肯定是就是说, 我觉得人一是会脱胎换骨的啊。 彪的跟她的感情那么深, 因为之前我很多次的试探过彪的, 就是他们俩的夫妻感情, 因为这个圈里人大家都知道, 这种夫妻关系对外爱展览的特别好, 其实那也不是, 但是没有一次, 就是我得到的那个副彪的回答, 都是非常肯定的。 比如道具组, 她不去唱歌, 老是可以。 就是男男女女出发, 你出来不去, 那我说你在干嘛? 她说我在弄, 赶面这样的东西, 付墙面啊, 给大家包点饺子, 他们玩完回来, 吃顿就饺饺子。 另外, 很多次背着张秋风, 我跟傅彪聊起来, 张秋风, 她都感觉很抱歉, 就我很忙, 没有时间顾家里的, 我真不是东西。 就像您在节目里面说的, 可能跟一般的这个, 所谓的男人啊, 不太一样。 我觉得那谁是个真男人, 就是说他这种责任感, 我问他想, 他想了不想。 而且他们俩这个,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, 他们俩那个恋爱过程, 那太不一般了, 就一步一步走, 家里一开始并不是很同意, 包括周围的人, 那种标的没有红, 然后走过来这种凝结, 是太甚了, 在我的感觉。 你为什么不问呢? 我, 张秋风不但是被我, 对我是采访者, 而且是傅彪的, 其实他是我一个朋友, 我不会就是, 我在博客里写了, 我希望张秋风, 掏心窝都跟我说, 但我不会往他心里捅刀的, 这我绝不做, 哪怕采访有损失。 对, 从今天反看里面, 其实可以看出来, 今天就是很多人可能会预料, 比如说, 邱芳姐会在这个, 节目里面流眼泪, 甚至您也是流眼泪。 不可。 但是对, 没有出现这种状况, 其实您还是出于一种, 比如说保护的心理, 或者是说, 还是一切向前看的, 这样一种心理。 不是这个, 就是我在和她做节目, 同事也聊天了, 我不会, 全心全意的, 为满足所有的大众去服务的。 那么, 那最后您给邱芳一些祝福吧, 作为一个老朋友。 祝福? 我不大会祝福, 就是说, 如果有事情我能帮得上的话, 我将接近我的权利。 因为, 彪子走后以后, 他进入我梦里进行了好多次。 就我有很多的朋友, 或者说, 我在演艺圈, 我认识很多人, 但是, 作为朋友的, 就服务一个。